学着游戏市场的不断增长和手机硬件的提升 以及广大游戏爱好者对游戏审美的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游戏公司开始在游戏美术风格上大作文章 以应对玩家不同的审美需求 从主流的手绘到后来的次时代 再到现在的卡通渲染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NPR 这种非真实渲染的游戏制作 大家好,我是CGDavid 我是CB市网络科技的山地主管 在公司主要负责美术风格方向的研究 我从事游戏研发已经有8年了 比较擅长日式卡通风格的制作 曾经参与过EA、阿玛拉王国等一些次时代项目 还有安魂曲、Ruby等一些手游和端游的制作 此次与一壶网的合作 将给大家带来一个日式卡通风格的游戏制作教程 通过本次课程 让大家学会Pensoca4的使用 以及三圈二卡通风格的实际项目制作流程 本部分我们将学习到卡通材质的制作 描边设置、渲染设置、灯关及摄像机设置等软件基础使用知识 本部分将戏份为初级、中级和进阶三个阶段 配备三个案例教学 怪物、水豹蜘蛛、精英Boss怪、余鞋铭、女性主角之作 案例教学从一道难 给大家一个循序精进的学习过程 虽然这是一套游戏美术制作教程 但是教程中使用的技术 同样也可以运用到动画中 相信你喜欢本套教程 你一定能get到新的技能 祝大家学习愉快 我们课程中再会 学习过程中还有疑问 可以立即加入正版课程的学习交流群 讲师实施在线答疑 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 还可以登录一湖网 搜索课程ID号 获取完整学习课件 工程文件等资料 扫一扫 任何问题小美湖都能帮助你啦